中文天后周杰伦张慧妹12月将在大巨蛋举办演唱会 阿妹场次日前开卖 六分钟马上被秒杀抢空 也让网络出现不少黄牛票 议员实测接候黄牛说法 不好意思 这边有没有周杰伦或是张慧妹的票 我们都要先付款 我如果款先会给你 那万一你跑掉那我怎么办 你跟我买就一定买得高啊 你跟我买就一定买得高啊 你跟我买得干嘛 我不会保证啊 黄牛在脸书嚣张贴出售票资讯 支撑正规经营公司化黄牛业者 甚至还有官方的LINE账号 不仅张慧妹朱杰伦票中多元 任均敲选还欢迎大量订购 票价翻涨4到5倍以上 最贵比原价多6万元 台方化会再涨价 好像黄牛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掉 黄牛猖獗票价飘涨 网友炮轰为何售票平台不踩实名制 是不是对黄牛法不够重 中央降低娱乐税说要促进国人休闲 但票价降不下来 根本没让百姓实质受贿 只让黄牛泛滥业者获利 如果说配套做事做得不好 不只是肥了黄牛肥了业者的话 那就失去了这个公共政策本身的意义 比较期待说娱乐税 是否能够回到地方的财政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观众用相对合理的价钱 去欣赏到这些表演 那就失去政府花这么多钱 搞了这么多年 然后去建设大巨蛋的原意 当政府制定政策没有办法实质 造福人民恐怕得赶快领利对策 否则只肥了业者和黄牛 无法真正让百姓受贿 日向文水珍采访报道 停静动 冷静动 静动 静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